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19万多的一套投资房 这套房子是19万的标 19万8千块钱的标价 然后所有的信息资料会写在下面 为什么推荐这一套呢 因为挨着高速公路比较近 比较适合投资十几万的价位的情况下 越豪的豪宅越会在比较深的地方 所以比较贵的房子可能都不会离高速公路非常的近 比较高端的小区也不会离高速公路非常的近 那这边呢离高速公路可能就是五分钟左右 所以就会比较房子呀稍微相对便宜一点 但是比较适合投资的这种选择 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房子 如果有什么问题叫微信或关注微博联系我 开房子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 售价十九万八 这个学区还蛮好的 是一个九份八份的好学区 这个房子是2004年建的 然后这个房子也被重新翻新过 我卖过一模一样的这个户型的房子在21万左右的价格 好 但是那套21万左右的升级比这个更多一些 这就是一个客厅 这就是一个客厅 主客厅的位置 往这边来走 这是厨房 所有东西都是新翻新的 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厨具呀 还有这些这个盆啊 这个这个洗碗机不是个新的 这个厨具也不是新的 是以前的厨具 炉灶是新的 抽烟机也不是新的 看看我没有烟到 上面没有烟到这个 然后这边是一个储藏间 外面是院子 因为它这个院子好像确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一个空空的院子 这个房子新换了冷暖空调 这个空调是新的 这个房子是2004年的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窗户 全都换了 都不是2004年的窗户了 这个窗户都换了 所以翻新的地方还是花了不少钱的 因为一般2004年的房子 到现在才十几年 真的不太需要去花钱 在窗户上面 然后我现在往这边走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主卧了 主卧门口这块是洗衣房 这边要放洗衣机和闷机的 然后外面这个门就可以出车库 然后这边是一个客位 客人员的洗手间 现在我进来的这个地方就是主卧 主卧在一楼 您听到的这个吱吱的声音 是那个报警器没有电了的声音 这是它的主卧 我们现在去洗手间看一下 然后这边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这个主卧洗手间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只有这样一个洗手台 按理说它有两个洗手台是最好的 但是洗手间整体的状况还不错 马桶新换的 淋浴的这个地方没有新换 但是保养的还是蛮干净的 然后洗手间再往里走 有一个储物室 储物室的房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衣帽间 一个很大的衣帽间其实 这就是一楼的状况了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它所有地毯都换了新的 新刷了墙 这个面大窗户还是挺好的 所以感觉整个房子还蛮舒服的 这一上来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一个game room的空间 所以你在这可以打开球啊 或者是在这儿放一些孩子玩的东西 然后这一边有一个卧室 这是第二个卧室 它每个卧室的面积都很大 这是第二个卧室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有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虽然没有翻新 但它每一个这种金属用件都做的 就是保养的还是蛮好的 然后洗手间的左手边右手边 分别有两个卧室 它每个卧室都蛮大的 这是第三个卧室 再往那边走有第四个卧室 好 这边是第四个卧室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啦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者对修蹲梯产兴趣的话 欢迎随时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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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